好 继续来看到的是台湾的金融界今天又传出了重大的并购消息 中国信托中信金在今天傍晚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并购台湾人寿 那么中信金控将以一股台湾人寿普通股转换1.44个中信金的普通股 取得台湾人寿百分之百的股权 余会出席的台湾人寿董事长朱炳玉 他用义无反顾来形容这次的合并案震撼金融界 而合并之后中信金控的子公司中信人寿的总资产将会上看6300亿元 成为国内的第八大受险业 我想最主要我的考虑点是为了台湾人寿长远的发展 所以我义无反顾我就毅然截然走了这一条路 初期在台湾人寿纳入金控之后 我们会暂时维持双品牌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最迟最迟 在两年之内 我们未来两家保险公司会变成一家保险公司 中信金控强调台湾人寿加入之后 除了全体的保护权益不受影响外 台湾人寿的员工也将会全数续用 维持两年薪资以及业务制度不变 至于媒体关注的台湾人寿的名称是否会保留 还持续的进行讨论 那么中信金控除了在2011年并购了大都会人寿之外 今年7月并购了红利人寿 又再次并购台湾人寿引发外界关注 这也是今年台湾保险业的最大交易案